花檀香康乃馨读书会会员欧敏珍 与茉莉花读书会会长杨美菊 13日带着会员们的爱心到花莲正区捐款 还有自制葱油饼萝卜糕 温暖灾区仅易消及灾民 现在台湾人最温暖就是人 我是觉得由我自己慢慢去带动 每个人来都是投十块钱 五行当中积少成多钱筒就满了 我就去把它做公益 那因为这一次我就在看到花莲 我就觉得我很拿手的就是我会菜桃柜 当我在做菜桃柜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如果能够送到灾区不知道多好 我在有这么想的时候 因为想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花莲 我只好就在族群里面讲说没有管到 那刚好这个翁小姐就跟我说她要去花莲 我说那太好了 因为这一次花莲的灾害我们感受到 我们应该是要做一些表达我们的心意 那物资已经很多了 那还有金钱方面我们有募到一些款项 那很幸运的我本人 因为之前有爱心意卖的时候 葱油饼还获得不错的回响 那很开心一个姻缘之下认识了美菊小姐 她是有萝卜糕的功力 那她说如果我能够到花莲去的话 她愿意把这个菜桃柜 然后送到灾民手上 然后让他们在除戏业的时候 心里会觉得稍稍有一点安慰 读书会会员亲手制作的数百份 葱油饼及萝卜糕装箱整备 慰绕连日来辛苦受难的花莲灾民 杨美菊会长表示 虽然捐赠物资金额不多 但希望能将这份爱心传送出去 让灾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爱 温馨过个好年 公益频道张华允花坛采访报道